《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Hello 大家好 又到智能兜時間了 今天就只剩下我一個 今天說什麼呢 先說一點 今天想說一個題目 就是之前有位朋友在網上問過 關於這個刑事 不過在說這個之前 我們先說一點時事的事 如果有看新聞都知道 其實前幾天7月1日晚就有一個遊行 然後後來還有一些示威 直到深夜三四點 我想說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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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真正的思考 其實真正的思考 如果你都可以稱它為哲學 不一定要哲學 大家認真的思考 就不是解決問題 永遠都 真正的思考 永遠不是用來解決問題 為何要這樣說呢 為何要這樣說呢 其實我想 如果大家想深一層 其實都應該很清楚 其實 例如 你可能 譬如說 你到 你跟 譬如 你跟 例如 拍拖 你可能 到 分手 你才會發覺 咦 原來 他不只是想要一個 很有錢 或者是 很有學識的男朋友 我已經很努力 為何他還不滿意 要跟我分手 然後你才會發覺 其實 你問錯了問題 你一直想解決問題 你覺得 你 你 變成一個很厲害的男人 或者怎樣 就可以解決問題 又或者 又或者 反過來 女生覺得 你只要打扮得很美 又或者 煮得一手好菜 就可以 所謂 綁著男人 你問的問題 你一直都是想解決問題 對吧 但是 又或者 本世紀最離奇的一個問題 就是 大家都可能未必 之前 我們都說過 其實 本世紀最大的痛苦 就是追求幸福 每個人生活要多知多彩 你可能 到八、九點才下班 都要拖著一副殘驅 去長期 長到三、四點 翌日又要上班 或者翌日放假 但是 整天就在我們睡覺 這些問題 但是你只會在想 你只會想一個問題 就是 你怎樣解決問題 就是 其實變相是怎樣去 被那個問題拖著走 那天我見到 大家可能會見到一段片 就是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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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威人士 佔 佔了 坐在馬路 抗議 抗議 逮捕 逮捕 機制 就是 摩托船機權 那個 那個 議案 的時候 為了抗議 他坐在馬路 然後 就有些 有的士司機 然後 電視台 傳媒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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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放了那段片出來 那個司機大哥 就 你 搞還搞 就 類似的 我不記得他 但我不記得他每一隻字 我也支持你的 但是你 沒有由妨礙我 賺食 那 大家 回顧一下那個問題 大家再想一下 其實 大家 你覺得 追求民主 但是 其實之前都說過 就是 你 你會覺得 問題是怎樣去解決 這個 不民主的問題 你的敵人就是 那個政府 或者是 那批 阻礙你那個 阻礙在 所謂那個 普選的道路上 阻礙你那幫人 那批 敵人 但你沒有想過 其實 你只是去解決問題 但是你又沒有想過 其實 其實 你橫顧 其實 那個問題 其實可能不是那麼簡單 你可能自己都會說 那 菲律賓夠有民主 就是有些 建制派就會這麼說 就是會反彈 你說什麼民主 你看菲律賓 多少問題 貪污腐敗 諸如此類 那它夠有民主 其實它的問題 不是完全廢 你真的要去認真去想想 尤其是你看到一個 在這件事上 根本的問題 就是群眾根本是 根本由頭到尾 真正 就是 就是 決定那個 所謂 整個民主制度 能不能夠確立的 最重要的因素 或者根本 完全是 就是 最 根本就是 就是 就是 究竟群眾 能否認識到 那件事對他們來說 其實是很重要的 就是 當然事後 事後我發現 就是 有一些網上評論員都說 其實 你可以這樣援應他 我記得 就是 陳雲先生就這樣說 類似說 就是 你應該知道 我們現在在做這件事 其實就是 就是 都是保障你的權利 那 你其實都應該思考 其實為什麼你 這麼晚 還要是 瓶瓶瓶瓶 找招不得晚 是不是 這個問題 不是政治的問題 因為 政治有決定了 政治直接決定了 這個 就是 社會的經濟的分配 是不是 就是你不會覺得香港 沒有人會同意 沒有人會反對 香港是一個很富庶的社會 但是為什麼有很多人都還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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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招不得晚 是不是 是 以至於 他要完全 吊詭地 對政治這麼難忘 是不是 又或者 好像 社民聯的主席 陶君恒先生 所說 我看到他在網上 類似說 其實 他們 他們都有份 當晚 就是 佔據馬路 坐在馬路上 其實 都是值得的 至少 譬如說 現在暫時來說 政府在 協議這個 強大的 反對聲音之下 強大的反對 民意之下 暫時 是 炸底撤回這個方案 這樣 暫緩 所以 其實 道理很簡單 其實可能 那個的士司機 就不明白 其實 示威者當然是 為了他們自己的權力 但同時間 亦都是為了 整個社會的權力 即是兩樣東西之間 是沒有一個 根本是 不存在矛盾 所以其實 真正思考那個問題 不是 我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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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民主問題 自由問題 根本就不是這樣的 真正的思考 那個問題是 究竟 當你說 我要民主 和自由 的時候 你說的是什麼 你要仔細地去 分析 你自己對於 所謂民主 自由的概念 或者 那個社會 群眾 對這個 這個 認識 是怎樣 一回事 而不是就 香港有一個普遍的現象 就是 不論是讀過書 或者不讀過書的朋友 其實 他很多時候 對很多事情 都是 我中文不知怎麽說 就是 take for granted 有些概念 是完全不需要思考 不論他讀過書 甚至他在 迪斯斯基里亞 在大學裏面教書 他都不會去思考這個問題 而實質上 結果就是 所有他們 到時候 他們才會發覺 甚至到很多年之後 往往是 事後才會發覺 原來我當初 假設那件事 是有問題的 例如 民主黨 就是為了民主奮鬥 主要處理 又或者 大家 比較意識形態 比較有共鳴的例子 就是 共產黨 不過 說起共產黨 其實大家 又要想清楚些 例如 例如 又一個例子 就是很離奇的例子 其實 大家都覺得 一出現 其實 例如 艾未未 這些維權人士的事件 其實我們都是 我自己都是 很支持這些被壓迫的人士 但我想整個問題 我們要看清楚 真正的問題 在哪裏 究竟 我們知道 先有這些社會的 即是不公義的事件 擦遷 侵犯人權 那些事情 但最先搞到 那麼多 所謂維權 所謂 甚至是騷亂的事件 然後有一些人士 有一些知識分子 通常是知識分子 還有一些人士 走出來 是為了這些受到壓迫的人 是主持公道 我們要想清楚 究竟就是說 其實 我們 譬如香港人 很自然的反應 香港人自然的反應 就是 立刻就罵中共 獨裁政府 但我們沒有想到 這一層 其實是 其實為什麼 這幫中共 這幫共產黨 要去 即是怎樣說 即是他們要做這些事情 還要去拆遷 為何它要這樣做 其實很簡單 即是為了這個金錢的利益 是吧 所以 所以 整個 我們 在支持艾薇薇這些 為了維權人士發聲 和維權人士本身的人 的同時 其實要看清楚 不是說我們怎樣解決 怎樣去支持艾薇薇 反打到這個獨裁政府 解決的問題 不是那麼簡單 而是我們要看清楚 這些事件背後 一個共同的起因 就是一個追逐資本 所謂的獨裁者 所謂的獨裁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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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打壓人次 壓迫這些事件 是吧 這就是為何 其實 如果你只想 怎樣解決這個獨裁政府的問題 怎樣解決這個民主的問題 的時候 你就看不到真正的問題 所以這也是為何 真正的思考或者哲學 不是用來解決問題 我們可以回到政題 其實都用了很多時間講 正題就是 有一個在精神分析 或者哲學 和文學 和電影理論中 很重要的概念 這個概念 就叫做刑事 Gaze Gaze Gaze是甚麼 其實很簡單 就是要這麼複雜 我想大部份人都減輕了 甚至我見到很多 很多學者寫的專業的學術論文 都會混淆了這個概念 但其實你只要一列出一個比較 就會很簡單 C Hong 即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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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然後C 第一項目 我們見到看別人 你的眼睛看別人 第二項目 就是讓別人看 第三項目 第三項目 才是Gaze 才是Gaze Gaze是甚麼 其實我們要做一個劃分 其實一個劃分很簡單 是一個主體 主客和客體的區別 即是上面這兩個和下面這一個 第一和第二是屬於一個類別 而第三是屬於另一種類別 為甚麼呢 其實你認真點看清楚 就是看我們看東西的時候 還有避漢都屬於一個主體性 為甚麼呢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對方 你眼中的他人 永遠是你自己的鏡像 簡單地說就是這樣說 你記住 這條公式就是 永遠你眼中的他人 都是一個想像性的鏡像 即是你如何理解一個人 就是 你以自己為鏡像 當然如果再追溯一點 其實你自己的自我 你自己的自我 是來自這個 你的自我形象 是來自他人的首先 在起源那裏 但我們先不理這件事 一般來說 你看別人的時候 其實是用你的角度去看的 那個人是你自己 而同時避漢 就是當你知道 你自己被別人看的時候 其實你是這樣 你是把自己 展示了 你是把這個 你看到一個對象 一個人 這個對象 其實是在你自己心目中的 他不是在外面的 他不是那個真正的實物的人 所以你永遠發覺 你會經驗 原來我一直不了解這個人 這當然 所以你看別人的時候 是你以自己的鏡像 你只不過看見一個 你心目中的對象 幫自己當心目中的對象 當你被看的時候 你只不過把自己 擺在對象的位置 去看你自己 所以第一和第二 基本上是不同的 看別人 和被別人看 都是同一樣的 它都是屬於一個主體性的範疇 就是 prosecutor 看這個動作是一個主觀的角度 所以你看到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畫一條線就是這樣 其實你看過去是反射回來的 那條線是一樣的 即是說它是相同的 它是等同的 所以第一題是第二一樣 第三為何不同呢 刑事為何不同呢 刑事舉了一個例子 其實在客體方面 就是你永遠見不到的東西 可以這樣說 你永遠見不到的 刑事有一個位置 如果你看人或是被人看 你都要有一個位置 一般來說不論你是看人和被人看 因為你剛才說的兩種 你都是在一個可以看到的位置 雖然你被人看得到 但那個位置其實你都可以看的 只不過是它倒轉了 只不過是一個倒轉了 但雖然做預算都是你自己 為何呢 因為其實根本你看到的 剛才說的 你看到的對象只是你自己 但這個刑事就是一個結構性的位置 它是一個位置 就是你是永遠看不到的 所以為何叫刑事 就是你永遠看不到的 據一個例子就是 希治閣的電影裏面 經常有一個 有兩個場景很嚇人 就是都幾嚇人的 一個就是這個 你看到一間屋 一個是一個遠距離 接著一間屋裏有一個窗 那個窗是黑色的 因為太遠了 它裏面的東西你看不到 所以你看到窗裏面黑色一片 但是你知道 其實有可能在窗裏 有一個人在看著你嗎 有雙眼在看著你 你當作是比喻 這個窗就是提醒了你 令你意識到 其實那個刑事 是一個你永遠 是一個看著你的目光 而永遠是站不到那個位置 當然你說我可以走進去站 那那個就是一個 那那個已經是一個 是一個 怎麼說呢 是一個 我想說 那是一個結構性的位置 意思不是說那個窗就是那個刑事 而是說會有一個在這個視覺的 在這個視覺和意識的那個結構上面 是會有一個這樣的位置在這裏 它不一定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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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時無刻都出現這樣 那 那為什麼說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有個朋友問我 為什麼Facebook的變 是類似的 我記得 就是有些人 那麼喜歡玩Facebook 又那麼喜歡去Like 被Like 喜歡出去 類似的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解釋 其實呢 說完另一個 其實我剛才忘記了 就是說 另一個刑事的例子 就是一個被挖了眼的 這個對眼被挖了的這個屍體 那你也都在 剛才說說 黑色的黑蚊蚊的窗 看不到東西 你都可以在 例如在哪裏片 在尿那裏片 Bird那裏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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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見到 Bird 然後另外 就是一個屍體 對眼被挖了的 那麼 這個挖了對眼的這個場面 是可以在Bird那裏見到的 是 都是Bird 所以那套片 為何這麼經典 那個挖了對眼的是怎樣 其實呢 很簡單 剛才不是說了 第一和第二 看和鼻看 都是一個 都其實是一個 你看到的 你的自我 你看到他人 你看到他人 你看過去 其實這只是想像性 這條軸 這條直線 這條直線 是一個想像性的 這個東西 其實是等同這個東西 是同一個東西 基本上是 鏡像 所以 你自己想像出來 這個他人 所以 所以 其實 當你平時看向另一個人 的時候 你其實是 一直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即是說 你看到他 然後 就確定了你是 跟他一樣的一個人 所以 視覺 在人類的意識 和文化中 都是很重要 很重要 很基本的東西 可以說 所以 但當你見到一個人 他對眼被人挖走了 或者他已經是個死人 以及他已經是個死人的時候 你就知道 他看到他 原先 你就知道 你就開始意識到這條直線 你就意識到這兩個 這兩個 其實是某一種 某一種 某一種意義上 是某一種虛構 其實是某一種意義上 是一種虛構 你看到眼睛的眼睛 要有一雙眼睛 而且它是生的 可以看向你 但現在你看到的是一雙 滑走了 但位置仍在 所以怎樣剛才說 是一個位置 就是你看到眼睛的時候 眼睛應該在 應該是 你會忍不住 你會設置它的存在 不是像看一張不關事的東西 例如那張桌子 你不會想到那張桌子會對眼 但一個被人挖了眼珠的眼窩 你就很自然地想到那雙眼 但這件事會失敗 為什麼會失敗 因為現在沒有那雙眼 讓你想像 沒有那雙眼 雙眼不見了 你就有一個困難 你的困難就是 將自己想像為另一個他者 將自己想像為一個避看的主體 所以 但你又沒有辦法脫離 你又被困在這個想像中 因為確實有一雙眼窩在那裡 提醒你可以避看的 所以 某程度上是一種被強制的場景 就是當一個主角 當一個人走去看 看見這個屍體 他的眼窩被人挖走 看到他的眼窩的時候 他就會被困在這種狀態裡 就是 他平常的這種想像性的自我 被召喚出來 被困 被強制性 差不多是強制性的 被召喚出來 但是 是失敗的 為什麼是失敗 因為根本對眼不在 你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享受這件事 沒有辦法享受 自己是一個人 是一個主體 然後對方又是另一個主體 他又看過來 實際上這個主體 是你想像 是你自己的鏡像 你又被逼要去想像這個主體 但這個想像 你注定是失敗 你已經知道他失敗 所以你就提醒你自己這條族的存在 當你被提醒這條族的存在 你就會見到The Gaze 所以 這是一個客體 這是一個主體的位置 就是說 但是 在一個人 即是說 在Facebook 為何Facebook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人是要令自己被看見的 令自己被看見 要深一點 他不是被看見 是令自己被看見 這個位置 其實是一個主體的位置 可以在黑格爾的自我意識的理論 去再解釋 心裡解釋 不過 我在這裏 因為時間關係 就不再侵氣了 只是想提醒 總結來說 刑事是非常重要的 為甚麼呢 因為人是最難忍受 對人最大的傷害和痛苦 就不是死 因為你看到有些人 可以為了某些象徵的東西 象徵的價值 在諸如此類的東西 或者其他人去死 很明顯 死不是最大的痛苦 人最無法擺脫 就是這個刑事 就是令到自己被他人看見 為甚麼呢 其實也是很簡單的 因為這個Gaze 其實就是對應著人的主體性 一旦這個結構性的形式位置 是不存在的 主體也會解體的 人的精神存在 都很難形成 所以是最辛苦的東西 好 今集就到這裏 下次再見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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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看文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Read 是否在其他手提電子 我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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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